来看这样子停等红灯是在玩命吗 屏东有一名女骑士太阳在大太阳底下 疑似耐不住晒 等红灯的时候竟然直接跨越了双黄线 就停在逆向的阴凉处 期间有六辆机车擦肩而过 现象还生 其他民众看到了就说到底是有多怕晒 像这样子躲太阳如果真的被撞上了 值得吗 但马路上停的红灯 就见最左边这位女骑士东张西望后 发现对象车道有阴影处 先是倒退几步随后往对象骑大喇喇逆向停靠 后方民众看见似乎觉得太荒唐 因为同时间车子一直来 逆停在路上至少有六辆机车擦肩而过 旁人觉得惊慌女骑士却停了老神在在 绿灯一亮还直接逆向骑回原本车道 事发就在屏东市区民族路上 据了解这是多好置路口 下午两点多震热 女骑士疑似想遮阳 发现对象车道有快招牌影处 既逆骑停过去 来车怕碰撞只能闪避 这举动危险也违规 该驾驶人有跨越双方线 逆向骑士之驾驶行为 太阳毒辣但躲太阳躲错地方 显向还生 如果造成碰撞实在不值得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导